再一次 好 玩具TV 第十二歸鑼鑼鑼都要人看 第四集 今天變成星期三 跑馬 明天是Halloween 大家都沒什麼時間去看 特別是你 是你而已 我很忙 我們這些沒辦法 明天都是姑父寧丁 有朋友可以開玩具 抱歉 都是要溝女兒 陪女朋友 我想溝女兒死了 辛苦了 我已經溝了很久了 好 那 為免給正義的鐵拳攻擊 真是人物 狗都糟了 今集 玩具TV一開播的 旗玉一拳超人第二季版 為什麼是第二季版 因為它真的是第二季版 其實我們有出過第一季 第一季跟第一季的配件 第二季跟第二季的配件有不同 所以這個是第二季版本 其實它的顏色上也有不同 因為第一個版本的時候 是想燃造 旗玉是一個 其實它出場就是 你看到一拳就KO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乾淨的角色 那第二季 除了《大劇獄》那集 《大劇獄》那集 是打得很厲害的 《大劇獄》那集 是打波羅娜玩得很厲害的 其實它沒有打過 至少它有出過認真拳 認真一擊 認真一擊 都是同樣質地的 是嗎? 那看到本身這裏 都是有點污漬 那… 都可以看看配件 那本身既然是第二季的話 有一支不知什麼來的 可以開嗎?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 他扮那個什麼 打武道大會那裏 那裏 他扮他一個朋友的物體 然後呢 它這個就是一個假髮來的 那其實這樣說 第一季版本呢 我們就是跟有一個 有一個膠袋 是 有一個沖 有一個蟹鉗 然後Deluxe版本 就是有一套便服的版本 是 那第二季呢 我們那些配件就沒有 然後呢 就跟進第二季的劇情 它就有一套 道護舖 加上有一個假髮 那它就在這個 類似武鬥大會的裡面 就是打 這個大陸 就是叫垂柳 打垂柳的時候 它就穿著這個版本 那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換 因為其實現在換衣服 就比較困難 是 但是你就可以去看 這個版本就充滿舊花之外 其實它這件道袍 你去看 是沒有舊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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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參照一些比較 氣中的模式 例如杜浦這個是有四個車銅線 是 是 四個車銅線 就是比較複雜一點的車線 因為杜浦要紮實一點 那些 因為我以前做過某運動公司 然後他們是有不同的針數去決定 那些車線的紮實度各樣東西都會有影響 是 就是什麼90多 就是很多個版本 可以看一條褲 然後就 倒褲 其實你看這條帶也是 就是有四針 這個是四還是五呢 是 白帶 是 五線 然後再看這條褲 這裏是有一條帶 就像真的一樣 在旁邊這裏 就可以拉死它 然後再綁帶 然後再綁帶 拍其他的比錄都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拿來做自分紋的 立即變成打雷台 是 那看一隻東西 我們先把這個假髮 否則它會敏感 對 當然 其實你本身跟其肉的身體 都不會有很大分別 關節都很實 不會有些不舉的情況 可動性 不用擔心 因為你始終都是做人形的 筆架 那就很足夠 對 可以自丙 那麼 本身的頭 那個飆漢的眼神 認真的眼神 還有這個 漫畫的眼神 對 然後其實這個頭 粒這個假髮 就是最適合的 就是最適合的 對 這個就是最適合的 對 他的頭太滑了 不好意思 太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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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按住 對 很乾了 對 好 本身也是那句 不會在可動方面 有什麼大問題 而且衣服都鬆 相對性會鬆身一點 如果你說配上台座 都可以有很多強勁的姿勢可以擺 那這件衣服 基本上跟第一季那件已經是不同的了嗎 類似的 有少少東西修改過 可能腰帶 這個版本就比較緊身一點 或者是 主要是這件 然後或者這件衣服 可能容易脫 有少少回彈 留意一下 衣服扯著 對 衣服扯著 對 衣服扯著 衣服扯著 可能要 就是 壓高一點 當然啦 本身的斗篷鬍有鐵線 所以剛才大家看的時候 也看到一個 可以復起的形態 有什麼評論嗎 其實整體來說 如果你說大家本身自己喜歡一拳超人的話 那我覺得 現在坑間一拳超人的選擇 就比較少 對 那這個 即是 以 即是 一貫作風 品牌一貫作風 都是比較高的 象徵度 即是跟回原主 我覺得這件很好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 它跟第一季的版本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價錢 有多少錢 版本 第一季好像是1300-1400 特別版本是1400 但是這個版本其實是Under 1000 那你買了第一季的 也不敢說 第一季是有第一季特別的配件 所以第二季是有第二季的版本 這樣就要看你自己喜歡玩什麼 這些是很聰明的答案 很安全 我們有練習過 在家裡對著發鏡 大家有沒有說過一些舊化嗎 當然有 聽不懂 舊化其實挺難做的 因為本來你不是隨便掃上去 這三個舊化 當然他們有些技法去做的 例如把衣服拿著 然後在某個部位上賞識 某個部位上賞識 即是某個部位上賞識 這錢要給人 很難的 例如你在膠件做舊化 跟你在布上做舊化 是兩件事 兩件事 所以其實在布上做的舊化 你是不能回頭的 例如我做了很重手 就是這樣 那件事如果你覺得不適合這個報費 所以其實在布件上做的舊化 其實報費率很高 某程度上一樣戰損的東西 即是這樣的舊化的衣服 其實是挺困難的 即是在QO的時候也QO了不少 那更外乎 例如你在九層上面 你也會看到它的層次感 去到尾的時候 有一點啡黃色的 即是例如 可能掃到地下之類的一些舊化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 有心機去做到這件事 通常大披肩近地的位置 就是泥直 因為是他在那裡 我想問阿嘉 其實以你所知 其實在你公司打板的過程 這個舊化 需不需要找一些特定的高手幫幫手 其實打板永遠都是同一個人 基本上永遠都是同一個人 但是他打交件和布件都是同一個人 都是同一個人 因為他基本上都包覽了 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同一個人上的 OK 所以頭也是 頭不是 又不是 卡通頭比較少會需要麻煩一點 因為卡通頭的眼睛通常是疑印的 是 我們通常是出水紙做的 售反就 但是真人頭就是另一個 對 因為是兩種不同的相識 但是一般可能是一些 一比六的舊化的東西 就大部分跟師傅做 哦 後來有時候 有時候 同事就會自己搜集一下 一些自己比較滿意的部分 哦 即是可能他覺得 這裡差一點 我欠個飛槍音影 或者是 可能差一點舊化 我會自己做 以我剛剛摸到 其實披肩 連上公仔的衣服 其實原來都是近一些掃料的布料來的 所以他想舊化一會 應該是有點 巧妙的 因為如果反而是真正的布料 你上去可以真的 拿著一些水性 甚至是否油性都可以掃上去 然後披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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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 這個我想要有些技法 所以家裡的朋友不要自己試 真的 事不宜遲 好 因為今天比較多好東西 待會見